就连寻宝人也没想到 轻车箭底的河里竟捞出一个超大号枪支保险柜 此警报发现不仅惊动了当地警察 而寻宝人接下来捞出的宝贝 更是看得围观群众口水直流 据小道消息 价值千万的珠宝被抢劫犯丢进了这条河里 但警方至今没有找到丢失的物理 小马便想过来碰碰运气 没想到第一勾下去只找到一个自行车零件 但奇怪的是 这看起来像是被人切割过 更刺激的来了 队友竟然吸上来一个小枪盒 可吸枪已经不在里面 但这一发现无疑是给众人打了鸡血 这条河里的宝贝绝不简单 紧接着又从河里捞出一个超大物件 仔细一看近视床的框架 难不成哪个倒霉蛋被连人带床丢进河里了 还没来得及多想 下一秒同伴捞上来的宝贝直接让小马毛骨所得 居然是一把大砍刀 而且橙色看起来很新 此处难道是凶案现场 小马不禁有点担心 他刚想射退 不让队友这边又有了重大发现 这次竟是一个超大号的枪支保险柜 三个人用尽全身力气才把它拖上岸 可惜里面的枪支已经不见踪影 想必是还藏在河里某个角落 紧接着另一名队友也发现了一把匕首 看起来异常锋利 而这个奇怪的珠宝链子就连小马都没见过 难不成是有什么特殊用途 眼见小伙伴都陆续有了收获 小马也是手痒难耐 没想到一勾下去就捞上一个手机包 迫不及待打开钱包 里面的现金已经不翼而飞 只剩下前主人的驾驶证银行卡等个人证件 很明显就是抢劫犯丢下的 就在这时 上游的队友传来好消息 他们居然捞到了一个安全系数极高的保险柜 众人顿时兴奋起来 连忙将里面的宝贝一一掏出 居然还有个小钱袋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里面竟然是一堆不值钱的螺丝 不过这也说明好货可能还在河里 这次沉重的手感让小马暗自窃喜 看来这坡天的富贵终于要到他头上了 在同伴的帮助去 一个轮椅铁架浮出水面 小马顿时有点怀疑人生 不过队友却又有了新发现 这是一个写着保险煤气垫等字样的铁盒 打开后里面竟是一堆硬币 可惜并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将下一勾捞上来后 一把造型奇特的刀再次惊呆众人 这应该是把剪刀 但有人特地用胶带缠住了一顿 小马怀疑这很可能是作案凶器 又找到一个女士背包 虽然里面没啥值钱宝贝 但好在状态不错 可以晒干后送给女友当里面 又捞到一把匕首 外国人是怎么回事啊 和李渔没一条 刀倒是一大堆 更大的惊喜来了 眼前这个破破烂烂的塑料袋 直接让小马原地蹦起凉目 塑料袋里居然装满了珠宝 但是这个卡蒂亚手镯就能价值一万美元 不少耳环上还镶嵌了宝石 难不成这就是被盗窃的珠宝 这条纯金项链非常符合小马的气质 看着小马收获了这么多宝贝 众人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一旁的队友心酸地大叫起来 这竟是一把警用手枪 上面还有编码 但小马却怀疑这是假的 可随着配套的警用手机被找到 小马瞬间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警方也很快赶到现场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手枪里竟然还卡着一枚子弹 很可能是警方抓捷匪时枪之出现问题 在打斗中被丢进了河里 警方需要将手枪带回去检查 不过好在小马找到的首饰没有被没收 今天又是大转的一天